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其实这个都是我念的你们帮我念 可以 下面讲《相关庄严论》当中 整个论题分为八十七十一 八十七十一当中我们讲三知四加星 其中我们讲三知四加星也就是说 这个是略所和广所前面讲七十一有个略所 后面会广所讲略所的时候 因为《相关庄严论》后面的整个论题 前面用几个名词来进行说明所以是比较难懂的 长期闻思多年的有些道友他们也觉得很难懂 更何况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闻思过的 这些道友要听起来非常费力但有些我觉得可能自己要专注 有个别的道友本来很年轻智智慧也很不错的 但是往往是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 比如说讲中观的时候 中观太深了我听不懂听不懂然后也没有勇气 讲到隐蔭的时候隐蔭的腿力太难懂了 我也听不懂听不懂然后又要不学了 讲现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这个现观也是特别难懂 所以最后自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浅显的佛教道理当中 从来已经浪费人生 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对佛教的学习传统 这几年以来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不够 不管是出家人 居士我们学习佛法 不要特别简单的信仰商 当然有些老年人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年龄 自己的身体各方面的原因 现在比如说七八十岁以上的 这样的你要重新学五部大论有一定的困难 除了极个别的 原来我们移民考试的时候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 她嘴里只有一颗牙齿但是背移民很好的 她背的时候只看到一颗牙齿和一个红色的舌头 背的时候表情也很不错的背诵 但除了极个别的像那种人以外 我们一般老年人可能背五部大论 这些有一定的困难 但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来讲 现在学佛的刚好年龄比较 比如说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这些还可以再三地去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学五部大论 因为五部大论如果通达整个佛教 显宗方面的这些道理完全都可以以窍诀心来了解 这一点相当重要的 因此在汉地来讲这几年以来 很多居士们有系统学习的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是很好的 以前确实在汉地很多人除了求灌顶 求加持 或者说念念佛号以外在一定的场合当中 真实闻思修行的传统非常罕见 我不敢说是没有 但是确实到哪里去也是不太懂的 如果我们对佛教的教理不懂 所谓真正的迷信 别人说你们佛教是迷信的话 我们很多人都不开心 其实我们真的如果不懂道理而对他信仰 不得不承认是一种迷信 我也今天在座的 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场的道友们 以后不管是学什么样的佛法 大家不要学着学着中间就开始已经退下来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有些根本没有勇气学习 一直忙着自己的工作 家庭 生活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你要自己觉得自己很忙的话 谁都会很忙的 包括我也是 如果觉得我每天都是没有时间讲课的话 我也可以借口 我也可以说这样的道理 但是这样不行的 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还是 学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这里也是提前讲一下 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尤其是这次来学院的人也比较多 来了以后你们也看看 学院这么多的人 这些人住的条件和他们生活的环境 应该说是非常一般 特别的简单 但是他们心灵的从事和 希求的真理方面 应该是超越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人 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大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 有什么样的距离和差别 这方面也需要值得观察 这样以后我们现在不能 大多数人在山里面出家 因为有些人确实有家庭 有很多工作 有一定的责任 你全部抛弃 出家的话 我觉得也是不现实的 你在自己的城市当中 要一边生活 一边学习佛法 自己也应该 至少也是十年 二十年的 这样的时间当中 长期学下来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你根本不像 跟以前一样的迷信 以前你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确实是很迷信的 我们菩提学会当中的很多道友 刚开始学佛 大家都觉得好像一种盲目 或者特别莫名其妙的心态来学习 到今天五六年以后 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开心 觉得确实懂得了很多道理 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鼓励一下 系统的闻思修行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相关庄论就是说 前面讲道智的十一种法来说明 道智是菩萨相续当中的一种无恶的智慧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十一法 有些是道智的本体 有些是道智的一种智慧 不管怎么样 他的数目和这些次序完全是固定的 从弥勒菩萨造这个论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改变过 也不能改变的 他有他的密意 那么今天讲到第三个智 叫极智 这个极智也是同样的 用九种法来进行表示 进行表示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应该 学的过程当中刚开始可能有些时候 就觉得好像很多法是不是重复 又这样 但实际上每一个道理有不同的繁体 用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 我想道友们学习相关 还是很不错的 昨天我在要求讲考的时候 有个别道友讲得确实很好的 讲得非常细致 而且看的书 自己从理解上也好 法语上也好 文字上也好 都讲得很不错的 我看道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对相关应该有很大的信心 其实我们不管是学任何一个论典 你要学这部论典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 这次我这部论典一定要学好 比如说 我原来参加一些演讲会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首先发愿 比如说七天当中 去年我们在成都放置艾滋病这方面 我们参加一个研讨会 大概共有几天的时间 我只能参加三天的时间 当时我发愿 我想我在三天的时间当中 一定要学会相关他的知识 然后因为我发这个愿 后来我还是在三天当中 还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所以我们学现观中央论的时候 我可能会讲五十堂 或者六十堂课 那么你们每一个人 也要心里面发愿 哦 这六十堂课 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想你一定会学好的 如果你觉得 堪布可能讲得也不好 书里面说的也不一定 凡是我有其他重要的时间 包括讲课的时候 以前有些老师在上面讲课 然后下面开始自己画画 有一次老师前面讲地理 我在下面画一个小狗 然后老师发现 下来开始跟我批评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是成功 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 就像我学地理一样 在网络师面前 所以你们学现观的时候 应该很有专注的心来对待 这样比较好 那么今天讲的十一法 九法是什么样呢 知不知诸有 悲不吃涅槃 非方便则愿 方便即非要 所知能知凭 加行平等行 声闻等见道 一切知如是 那么这里讲到九种法 用九种法来 也是跟前面讲的一样的 用九种法来 所谓的道者到底是什么用 用他来表示 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的眷属 这个人的生活背景等等 来说明他一样的 我们要知道这个掩饰的话 那么掩饰的对境是什么 掩饰的因是什么 掩饰的进去因是什么 所缘缘是什么 还有灯物间缘是什么等等 通过不同的因缘和对境来描述他一样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机智 实际上机智也是在菩萨相续当中的 但是讲菩萨相续当中的机智的时候 间接说明身为和缘觉相续当中的 有些所舍弃的一些机智也在说明 那么第一个说住不住 知不住住有 也就是说 智慧不住于轮回的变 轮回的变的这样的机智 这种机智是什么样呢 已经证悟了人我和法我的智慧 有了这样的智慧的话 那绝对不会 它住于就像我们世间的人们一样 天天都是贪执世间八法留在瓶中的蜜蜂一样 在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根本不会住的 因为它已经有了无恶的智慧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止不住轮回的变 这是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 智慧 我的网络是智悲佛王 为什么讲智呢 智慧一定要 智慧都有身和钱的 但是最高的智慧 它根本不会住于任何的变 因为我也没有 法也没有的话 那住什么 整个生死轮回当中都可以抄理 如果我们没有懂得轮回的变 就像我们凡夫人员天天都是成立在轮回当中 我们有时候贪执人 有时候贪执食物 有时候贪执自己的乌云等等 这样来不断地轮回当中扭转 所以第一个机制 这个是一般来讲 菩萨相续当中的机制也是一个根本吧 本体性存在的 然后第二个是背不住涅槃的机制 这个是什么样呢 因为它的相续当中具有大悲心 能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悲心 有了这样的大悲心的话 它完全击灭了所有的 像声闻缘觉一样 很长时间入于一种灭尽顶 这样的变没有的 如果小乘的话 它很长时间入于一个禅顶 它不出来的 但是它有了悲心的话 它就觉得不要说多少多少劫住于灭尽顶 连自己闭关的时间都舍不得 所以一般来讲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圣者以外 很多人喜欢闭关 也许可能大悲心少了一点 不敢出来利益众生 它的机制 那种禅顶 一点害怕轮回的众生 智慧不太够 大悲心不太够 所以喜欢寂静 天天都是门关着 坐在家里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表现 还没有达到声闻的境界吧 又可以这么讲的 因为大悲心的原因 它没有住在寂灭的边 这个也是实际上我们说智悲 智慧和大悲 大悲实际上不住于涅槃的边 这个是很关键的 也是极致的一个本体 然后第三个叫做圆极致 圆极致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他的相续 这种菩萨的相续当中 没有大悲心和没有智慧 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乘菩萨当中 有些顿根的菩萨 因为以前修行的智慧和悲心不够 后来利益众生的时候 也是比较顿的 智慧和悲心都顿的 这句话间接说明声闻和怨觉 因为声闻和怨觉 他的悲心也很薄弱的 再加上他只有一个无恶的智慧 人无恶的智慧 没有完全通达一切万法的智慧 所以以前蒙福仁波齐经常给格鲁派说的时候 为什么《般若经》当中有怨极致和禁极致 所谓的怨极致 离佛果还要很遥远 实际上这种菩萨真正得到佛果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我们声闻怨觉和菩萨佛 全部的智慧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般若波罗密度当中 为什么有一个怨极致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极个别的有些宗派承认是三圣者 智慧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这样的话 麦法仁波切在相关论典当中 也是发了很多的态构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不具足智慧和方便的怨极致 这是不要说我们声闻怨觉 菩萨当中 甚至包括我们有些法师当中也有 虽然他已经有了法师的资格 但是他的悲心也有时候不太具足 往往都是做自私自利的一些事情 然后智慧也是不具足 有很多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 也是自己觉得是很苦恼的 就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有些发心人 我都是有时候学发心人 就是一而再再而生 想想细细的很多人当中选出来了 当选出完了以后 过一段时间坐式经 坐式经的时候 刚开始一两天算是可以的 好像悲心也不错 智慧也不错 然后过了几个月 过了一两年以后 就开始把自己冤想毕露 然后悲心也不具足 自私自利的很多事情就开始做出来了 智慧也是不具足 什么事情都是搞得弄不好的 菩萨都是有顿根的话 跟我们凡夫人更不用说了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领导当中 也是经常犯错误的这些 实际上是他们的智慧和悲心 不具足的原因 否则也不会这样的 这叫做怨极致 当然菩萨的相续来讲的 其实我们《现观众论》主要讲 菩萨的境界 菩萨的限制 而怨觉和凡夫的这些限制也好 他们的这种 心相续的心理世界 这是要说见解说明的 这个是《现观众论》的密意 《现观众论》讲的时候 因为这部《现观众论》 并不是专门讲声闻的心理世界 也并不是专门讲凡夫人的心理世界 主要是讲菩萨 但是讲菩萨的时候 菩萨当中也有一些顿根的 就是这种现象的意思 下面讲的第四个是净极致 净极致这个是 菩萨相续当中具有智慧和大悲心的 啊 智慧和大悲心的 那么这种菩萨他对极致 他对佛国 佛编制的果位特别紧 很紧的 这种菩萨的不管是悲心也好 智慧也好 非常非常的圆满 他将来带过肯定没有问题 就像我们菩萨当中也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人当中有些发心人员也好 有些法师也好 包括有些巨师 他的悲心方面也好 智慧方面也好 相当不错的 说实话 在那里都是要挑出一个毛病 很难很难的 所以说这也是说明是一种净极致 对佛国 对高僧的这种境界特别净 然后下面讲叫做能极致 能极致是什么呢 刚才不是说非方便则缘 缘极致的意思 然后方便非要 这个是净极致 这种方便已经具足了 对佛国或者颂词当中说 不是很遥远的 然后下面第五个和六个 就是锁致极致和能极致极致 锁致极致对整个祭道果所断的本体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也是 祭道果整个法有相的执著 有相的执著 《五八佛佛讲经》里面说 丹着极称为丹着极 其实这里极主要是讲云界处 一般讲极的时候云界处 道的时候讲三十七道品 过的时候佛的十八部供法等 四五位十八部供法等等 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菩萨对云界处的所段有执著 那么这个叫做说之极致 也就是说他对云界处 还有一个思想的执著 这个作为菩萨来讲 我刚才讲的一样 一般来讲 菩萨对这些方面是会堪破的 想的执著是没有的 但是作为顿根菩萨他的相续当中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 当然见解说明 声闻缘觉的相续当中对云界处 还没有堪破的一些想的执著 这个意思 然后第六个叫能知极致 能知极致实际上已经对云界处无我 或者说对极道过没有相的执著 没有相的执著 或者说对云界处没有相的执著 这叫做能知 能知的话实际上是对者 就是智慧的意思 它具足这种智慧 然后第七个叫做加行极致 那么加行极致 遣除执著极的加行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是加行道 在加行道的时候 对云界处的执著完全都是排除 这是从加行的层面来讲的 前面这是菩萨相续的层面来讲的 当然有些论典当中讲对色法 还有对无常的执著已经断除了这种机制 然后第八个叫极致加行平等心 实际上是对极的执著 遣除了或者断除了对极的这些相 或者说对色法的本体 对色法的对境 对色法的特点 还有对色法的有境 好像记得孟弗仁波切的讲义还是那个里面 就是讲的是对色法的 包括它的有境和本体和对境 凡是对色法相关的所有执著都没有了 以色法为例的话 那么色色相为 整个乌云也好 乌境也好 全部没有执著 那么这个叫做加行平等相 极致平等心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 声闻灯见到一切之如是 声闻灯就是声闻 灯子里面包括缘觉 实际上在这里面主要说的是 菩萨见到 那么菩萨见到的时候 他完全见到了基道国无我 或者说极法的云界处 证悟无我 那么无我远离四边八戏的这种智慧 叫见到的智慧 当然见到的智慧间接说明了 缘觉和声闻的见到 这种见到应该说是最究竟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我看这里表示极致的有九种法 表示极致的这九种法 它的低界的界限 大多数都是从资粮道一直到见到之间 然后修道以上几乎都是没有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得到的 那么它的最高的见解说是见到 也就是说见到菩萨也好 加行到菩萨也好 在它们相续当中有很多的大悲心和智慧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接受的 然后间接来说 这些菩萨的相续当中 对极道国的执着也好 或者说对大悲心的不足 智慧的不足 这些叫所舍弃的机制 机制当中一个是应该接受的 所取机制 还有所舍即使 这些都是主要属于 菩萨相续当中的机制 那么这一种九种法 以上的九种法能表示 包括声闻和缘觉等等 供不供这些圣者的法 它可以表示的 同时作为菩萨的话 人物也好 能取所取也好 这些通达了我 有些九种法当中的有些机制 我们前面讲的 前面的这两字 这些都是要表示它的本体 机制的本体 有些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所知机制 有个别的话 这是讲一个它分支的特点 并不是真正是它的本体 不管怎么样 这九种法的数目和持续也是决定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菩萨的机制的时候 由九种法来表示 这以上讲的三支 辩支由十种法来表示 道支由十一种法来表示 机制由九种法来说明 这样的话 总共有三十种法 说明三支 如果每个都十个十个 我们就好记了 但是中间机制和道支 它稍微一个多了十一个 一个少了九个 如果十个十个 应该就好记 对吧 不过后面两个你们记的时候 应该这样的 最后是九个 前面道支是十一个法 我们要讲到在略说的时候 道支的十一种 机制的九种法 那么下面我们讲到七十一当中的四加行 前面讲的三支 就是机制 道支 无边支 然后用三十种法来说明它 那么这个三支通过四加行 正等加行 还有定加行 次第加行和刹那加行 有四种加行来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三支是从哪里来的呢 通过修行来的 这个加行也有一种修行的意思 三支有智慧的意思 那么这种三种智慧呢 其实三种智慧是一个 主要是佛和菩萨的智慧 当然机制当中有个别是一些声闻的智慧 但是这种智慧 在波罗波罗蜜多的见解来说明的 并不是直接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 四加行通过四种加行而修得的果 最后发生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其中四加行当中的第一个是叫正等加行 那么正等加行所有波罗波罗蜜多当中 最深的一种修行方法 就像我们讲大圆满法是一个最高的法 然后加行法通过一种修行来才能成就 也是这个修行的途径 那么正等加行我们前面也是讲过 一般来讲173相 最主要是后面我们会讲到 一个是不住加行 一个是不信加行 能取和索取通过不安住或者无有执着的方式来修行 最后达到真正的波罗波罗蜜多的智慧 最殊胜的果位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四加行当中第一个正等加行到底是什么样呢 其实正等加行也是由十一种法来说明它 也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颂词当中已经具有十一个法 具有十一个法 首先讲的颂词当中第一个是行相 有一个叫做加行相 就是加行相 其实加行相对我们讲几道过的四弟 就是它的真相通达或者证悟的差别来安理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下面会讲一百七十三个相 一百七十三个相都是我们所修的对境 从所修的对境来讲也称为加行相 第一个是称为加行相修加行的对境 当然我们这里的加行跟大圆满前行当中 像的无加行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无加行它是大圆满前面的一种修行法 叫做无加行 而我们这里说的加行 修持波罗波罗弥陀的不同的一些途径 就用加行两个字来称呼的 然后第一个加行应该这样的 第二个加行就是诸加行 也就是叫做具有殊胜的智慧和方便道的一种修行 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 下面也会讲它的本体 总体有二十种加行 二十种加行当中有五个是自性加行的 十五个是低界加行 所以我们真正的波罗波罗弥陀最深的 最妙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加行 也就是说智慧和方便不离开的一种途径进行修持 这个我们下面广说的时候都会讲 当然你们现在这里听不懂是不要紧的 后面会听懂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光是一个名词 它这个加行下面有很多的文字来进行说明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以前学过修行法 次第修行华智仁波切的那个讲完了以后 稍微对现观庄文论有所认识 否则刚开始的很多人都听不懂为什么呢 因为弥勒菩萨刚开始的时候 它最劣的一个方法然后再稍微劣一点 后面很广的如果我们后面很广的 学完了以后再往前面走的话比较明白 很多学现观庄文论的时候 刚开始有点听不懂有这种感觉 到了最后的时候再回过头来 每一个加行只要把前面的这些名词 你如果很重视地记下来的话 后面都不是很难的 讲的是加行的本体 也是讲相的本体 第三个叫加行 刚才那个加行 诸加行 这个叫做加行的功德 第三个应该讲加行的功德 就是德施 其实加行的功德 有些论师认为是加行的前行教功德 但是乌巴霍佛佛等有些认为 通过修行所得的过法 后面会讲十四种功德 修加行过程当中的你修薄弱 得哪些哪些又讲十四种功德 第四个叫加行的过失 也就是说修加行过程当中 需要所断除的一些障碍 下面会讲四十六种魔障 也就是说上师和弟子之间有经常发生的一些 上师本来想给你传薄弱法门 弟子不想听 本来上师想知足少欲 结果弟子很想要寻找富裕的财富等等 凡是上师和弟子之间的一些 学薄弱过程当中不合的一些心态 这里面讲四十六种模式 其实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学习薄弱过程当中 我们好多道友也是有 比如说丈夫愿意修行 妻子不同意 妻子很想学薄弱 丈夫不同意 这是加舍过程当中的模式 有些时候上师和弟子之间也有 弟子在自己学的过程当中 跟别人的意见不合 也是间接来说是一种模式 这是修行过程当中的一种障碍 也讲过失的 那么这个刚才讲一个是加行的过失 一个是加行的功德 第五个叫加行相 其实加行相后面表示大乘修行的一些主要所知 他需要所了知的下面会讲就是一种法相 这里面凡是我们要修加行的时候 需要了知的方方面面的 就像音明当中讲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法相一样 有很多法相名词的 然后第六个大乘的顺解脱分 顺解脱分主要是具别方便和智慧方面的 顺解脱方面的资粮道 要讲到资粮道的后面会讲到资粮道的修行方法 这个是资粮道的修行方法 第七个主要说是抉择两个字 抉择实际上是大乘的顺抉择分 顺抉择分也是具足智慧和方便 或者具足自他而立的顺抉择分 主要是讲加行道 那么我们前面编制的时候也讲了加行道 极制的时候也讲了加行道 我们在这里讲正等加行的时候也讲加行道 是不是加行道那么讲 为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不同侧面来 比如说前面是用道指的侧面来讲的 有些时候是编制的侧面 编制的因而讲的 在这里不管是编制 道指 哪一个法要修行的时候要经过加行道 经过加行道的时候 它的这些境界和修行方法是什么样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第八个 有学不退 其实有学不退的话 具有殊胜入定的境界之后 然后讲到他得的一些 菩提分不退转 这个有剑道不退转果位的一些法相 还有修道当中不退转的果位 还有有剑道 修道吧 当然无学道不会退转的 后面会讲很多很多菩萨不退转的情况 第九个讲生死平等 游极平等 游极平等加行的话 实际上是依靠无分别的智慧资粮 然后继续修行法身法 实际上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第八地菩萨的时候会有这个 我们讲大幻王的时候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游极平等 轮回和涅槃有种平等的心 也就是说空性已经证悟了 那个时候获得了法身的直接因 这个时候讲到了生死涅槃平等 就是游极平等 一般来讲到了八地菩萨以上会有这种境界 然后无上清净刹土 实际上是到了第九地的时候 依靠清净刹土获得自在的这样的资粮 最后修行宝胜法 因为获得这种九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色身 圆满宝胜的形象 他的一些功德自然而然会圆满的 并且他的化身和国土自然会清净的 我们讲大幻王的时候也是讲到 经常游极平等是第八地菩萨的境界 刹土清净第九地菩萨的境界 这个主要是获得色身的一种方便方法 到了第十一个叫做三教方便智慧 这个是什么样呢 依靠三教方便而获得自在的一种资粮 那么继续修行自他而立的法 这个是实际上已经到了最高的十地菩萨以上了 也就是说到了十地以后 依靠一种自在获得的方法来显现各种各样的化身 在我们所画众生面前实际上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显现 这个颂词当中 满正一切相 此举三教辩 后面的这两句圆满证悟一切相 也可以说圆满证悟一切相的时候 实际上它依靠三教方便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在世间当中也会知道那些是该显现什么样的身相 在什么时候可以在众生面前实现度化等等 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 所以说这一生总共有十一种法 这十一种法圆满能表示修持善知的正等加行 你要想得到善知的话通过一个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是《现观众生论》当中最根本的真心修法 这个修法实际上这十一种法有些是用直接说它的本体 我们前面讲的游血道 还有损解脱分 涅槃和生死平等 这些都是它的本体表示的 有些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加行的功德 加行的过失 四十六种模式 这些都是要讲它的知分 它的部分的一些特点 也就是说它的正等加行的一种特点 它的一个知分 并不是真正它智慧的本体 所以有些说明它的本体 有些说明它的知分 不管怎么样 这十一种法的数目和次第也是固定的 那么下面讲最后一个 今天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正等加行过了以后定加行 我们大家都知道 前面讲定加行 讲定加行的时候正等加行的修持当中 也有资粮道的 加行道的 见道的 修道的 不同层次的一些修行 不管是哪一个层次 每一个阶段到了定点的 那个叫做定加行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整个大圆满前行作为一个正等加行 整体的一种修行 然后大圆满前行当中 有人生难得的修法 宿命无常的修法 皈依的修法 那么人生难得的修着修着修着 后面不是有比喻吗 人生难得的最后的境界 是什么什么格系一样的 宿命无常的最后的境界 是什么什么格系一样的 那么这个每一个修行 到了它最高的定点 最高的阶段 那么定加行也是这样的 定加行整个是一种修行的次第 但是修行当中有不同的阶段 到了定点的这种阶段 叫做定加行 我们定加行也是通过用八种法来进行说明 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定加行的八种法 就是能说明定加行的八种法 可以这么说 那么首先第一个 次相 次相实际上是定加行当中的第一个法 也就是说能表示定加行的第一个法 前面的这四个我们加行道 可能有些人都从来不知道 什么是加行道 资粮道 所以基本的佛教基础没有的话 确实有点难懂 修行的整个过程我们凡夫人现在还没有入道 如果入了道以后有资粮道 这个资粮道有小资粮道和中资粮道大资粮道有三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叫加行道 加行道有乱为 定为 人为 世间第一法 人为 然后这个加行道过了以后叫见道 一般见道的时候真正正无空性 跟我们世间人完全不相同的 见道过了以后就是修道 修道过了以后就是无学道 其实见道和修道很漫长的 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整个修道的过程 十地菩萨完了以后 才得到佛的果位 我们所谓的五道 大家基本的概念一定要懂得 懂了之后 我们刚才在这里面讲的 资粮道没有讲 定加行当中 因为资粮道它的修行境界比较低 在这里没有讲 从加行道开始讲的 那么加行道开始第一个就是赐相 赐相实际上乱定加行 乱定加行在修行过程当中获得乱相 它有一种名的相 也就是说当你修行的时候 不管是智慧也好 不管你的慈悲也好 有一种完全跟以前不同的修行境界 你的悲心自然而然获得 修行好像度众生也好 无恶的智慧也好 非常相应的 这叫做乱为 加行道当中的第一个 加行道当中的乱为 这个是赐相用来说明的 然后第二个 顶顶加行 顶顶加行原来的乱为当中的这些相 其实乱为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相 那么这种相大概有可能十六种增伤吧 越来越增伤 原来你的悲心也好 智慧也好 你的信心也好 越来越增长 最后到了在加行道当中最高的 叫做定位的智慧 这叫做顶顶加行 然后这种智慧 不管是你读自己证悟空性的智慧也好 读他众悲心的智慧 这两者非常坚固 不可能容易摧毁 现在我们的悲心和智慧很容易遇到别人 开始随经转吧 但是到真正认为的时候 你相续当中的这些悲心和智慧 非常的稳固 这叫做认定加行 能认得下来 智慧和悲心就非常的坚固 然后到了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心变住 心变住的话 心可以住于 因为通过辅导 心可以完全住于空性的境界当中 大悲的境界当中 能变于住于完全 所以他一般来讲 你马上获得第一地菩萨见到的位置 所以一般来讲 世间第一成为他的直接因 在这个时候 心完全住于出世间的境界当中 一般来讲 得到了世间第一法的认为 那么在各个世界当中利益众生 跟一地菩萨基本上相同的有些功德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 比如说一个人 马上博士生 马上毕业了一样 他马上下面的工作就紧接着 马上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一样 世间第一 在世间当中最高的 到了见到以后 就变成了出世间了 所以这些可能有些道友 以前对佛学方面的名词可能学得少 用得少 我们很多佛教徒对佛学的名词相关的这方面 确实是比较少 很多人对世间的萝卜 百财 这方面比较熟悉 所以我们可能以后 如果你是真正佛教徒 要一方面多了解佛教的简单的名词和 比较难懂的名词 否则无理于理 这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世间第一定价心 那个时候可以说 整个心编住于大悲和智慧当中 然后到了第五个 见到定价心 第六个是修道定价心 我们颂词当中是 见到 修道中各有四分别 四种能对治 其实见到 它具有边际的执着 边际的执着通过见到的智慧来进行摧毁 这叫做见到定价心 见到定价心 它能摧毁的有四种分别 我们后面会讲的 我们这个分别念有能取的分别念和所取的分别念 能取的分别念有石油的分别念 石油的能取分别念和家里的能取分别念 它能取分别念当中也是分两种的 然后所取分别念有染无的分别念和 还有清净的分别念 能取有两个分别念 所取有两个分别念 那么这四种分别念如果我们通到了 石油就是无所取有 家里无家里的智慧 还有清净和染无无有可得的四种对治法 这叫做见到过程当中的 断除四种分别念的四种智慧 在见到的时候 如果有了这四种智慧的时候 边际的无名和边际的所知障可以断除的 我们学中观的时候 学麦彭仁波切的智慧品注释的时候 也是会讲到的 我们一般宁玛般到了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所有边际的部分完全断除 也就是说 得到了见到的时候 你相续当中能生起清净无所得 染无无所得 石油无所得 家里无所得的这四种智慧 其实这四种智慧是一个本体 不同繁体 这个智慧一产生的时候 能取所取的所有四种分别念会断除的 这是边际部分的 到了修道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刚才前面的石油和家里 清净和染无的 四种分别念所带来的 居生的分别念 居生的分别念通过 四种无所得的智慧来断除 这就是修道对居生无有执着的 对居生看破的 这样的四种智慧 这个是见到的定假行和修道的定假行 到了第七个的时候 无间定假行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从修道已经圆满了 马上获得佛陀的果位 这个叫做无间道 无间道过了以后 马上就获得解脱道 解脱道的话 实际上解脱道跟佛位同时 完全马上得解脱道 所以在无间道当中的过程 这种沙漠定也好 这种智慧的话 这个叫做无间定假行 无间定假行 一般实定末位 一下子很快的时间当中 马上获得佛果的这种定 当然这个是最高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们在定假行当中 假行道的四个位置 大家好记吧 假行道乱定 人世间法四个 过了以后见到和修道 再过了以后无间道 修道已经圆满了 实定末位了 马上获得佛果了 在那个时候的定假行 最后一个叫 颂词当中讲的是 宾主 邪之主 视为定现观 到最后的时候 对我们前面讲的无间道也好 前面讲的修道和见道 包括假行道 在这些道的过程当中 都有最高的一个境界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 在生意当中 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世俗当中 一切万法是如梦如幻的 当然这个层次越来越高的 这个时候 有些对这样的深善二弟 并不是很理解的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会辩驳它的 遍驳它的时候 在这里随便说了一下 遣除二弟有矛盾执着的这些人的邪念 这叫做 遣除邪念的定假行 弥勒菩萨也是他觉得 他讲了每一个修行最高的定点 最高的一种境界 到最后的时候 虽然这个法很高 很不错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定点 哪一个阶段 最高的阶段 其实有很多人不懂这样的深深道理 所以一定会有辩论和不理解的 那么有不理解的这种状况 我们用智慧来遣除他的 生意当中为什么是共性的 世俗当中为什么是如梦如幻的 一定要作为一个学者或者菩萨 用他的智慧来播出他的观点 所以我们现在弘扬密法也好 或者弘扬显宗的话 一定会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站出来说你 包括我们有些发心人员 你发心很清净的时候 有些人开始不理解 因为可能影响了他的生活 影响了他正常的流程的时候 他会说的 弥勒菩萨也是在讲 定价心的最后他就说 应前邪心 应该遣除邪心 遣除什么呢 就是证悟甚深的耳底 有一些人故意辩驳 反驳着 这种反驳的邪知邪念 我们用教证和理证 用智慧的理人来进行攻击 破掉 那么之后定价心完全都是成立 所以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 自古以来也是有些不理解他的 有些无法接受的 这种人一直是不断地出现过 因此我们在自己修的过程当中 偶尔觉得这些法太麻烦了 太深了 空性不合理的 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其实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疑惑是对的 但是疑惑遣除的方式方面有三种不同的 一般上等人他自己产生疑惑以后 通过自己看书或通过自己进行分析 然后把自己的疑惑 依靠自己的能力 会遣除 这是上等人的做法 众等人相续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惑 这种疑惑依靠自己的能力没办法的 在这个时候依靠其他的书本 依靠上师的教言 道友的教言 也能遣除自己的疑惑 那么下等人也许他根本生不出来任何的疑惑 恨恨恶恶当中 无所谓 空性也好 有也好 无也好 只要我吃三顿饭就可以了 其他为什么这些 没有什么 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疑惑 即使有的话 别人给他讲多少遍 他也见不出 他这种邪恋很坚固 跟前世也有关系 所以我经常认为上等者的疑惑 自己解决 中等者的疑惑 别人来解除你的疑惑 下等者的疑惑可能不会产生 即使生 谁也解决不了 最后可能下地狱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我想希望还是产生一些疑惑 很有 禅宗也说大义大悟 不亦不悟 如果没有疑惑的话不能 在闻思过程当中有时候 需要一种疑惑是很有必要的 有了疑惑以后你会思考 思考这种解决完了以后 以后再也不会产生的 就像我们身上的一些肿牛 取完了以后就已经不会再次出现一样 在心灵的肿牛 心灵的解释 也要通过一种方式来割除 这是很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法能表示什么呢 修行到了最顶点的定价性相关的 有些是讲到它的本体 有些讲到说明它的知分 不管怎么样 这八种法来可以说明定价性 它的树木和次第也是完全固定的 通过我们学习之后 对定价性有所信的认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在心灵的肿牛 心灵的肿牛 在心灵的肿牛 心灵的肿牛 上村密寺 sill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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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